哈囉,大家好,我是草頭惠 又來到了深學懶人包的時間啦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特殊選材 到底特殊選材應該要注意一些什麼事情呢? 我們今天請到了張琪老師來跟我們現身說法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哈囉,大家好,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特殊選材的深學資訊 那我們掌聲歡迎張琪老師 大家好 趕快問一下張琪老師,到底什麼是特殊選材 就基本上現在就是有一個新的入學管道叫特殊選材 那大概都是在每年的10月的時候會開始進行報名 那其實12月底的時候就會知道說到底你有沒有上榜 那因為特殊選材它是其實大概在總%裡面的 總人錄取人數的1到2%而已 所以說其實你會發現簡章裡面每一個攜帶 都只有錄取1位到3位左右這樣子 那當然有一些是屬於全校性不分系的 它就會比較多的名額 它可能就會有2、30個名額 對,那所以特殊選材呢 當然就是說你在你的高中生活裡面 比較有一些特殊的地方 那不過呢 因為各校當中它會有一些制定的一些規則 包含說你要參加一些全國性的競賽 或怎麼樣的一個條件 那我想簡章裡面都有 所以說同學如果有想要經過這個管道 進入大學的 那可以去看一下109的一個簡章 好,讓你知道一下 那當然其實大家可能會要看的時候都要先注意一下 就是它招生的對象 因為對象其實很重要 是因為它的目標族群 包含說如果你是自學生 我真的滿歡迎你能夠去參加這個 對,特殊選材 因為自學生是在它的這個特色範圍裡面 那你的自主學習的部分是它很欣賞的 那當然我們也包含說像有一些是屬於比較逆近成長的 學習歷程的孩子 那我們也很歡迎這樣的學生去報考 那所以呢在各校裡面 它其實教育部有規定說特殊選材 其實在不分析的部分 是希望說包含說新住民啊 還有一些逆境向上的一個學習的過程 或是自學生 或是實驗學校的學生 那這些都是他們主要的目標族群 正在這邊已經有接到非常非常多學生在詢問這一塊 那所以就變成說 它是不是真的難度會大增啊 就是競爭對手越來越多 其實因為它所教的資料裡面 大概你手寫的部分大概只有自傳 跟個人基本資料表 那其他都是一些固定的表當 那但是因為它的自傳 大概都會限定在一千字左右 所以說你那一千字要怎麼樣去鋪陳 讓老師能夠認識你 因為畢竟第一關是俗神嘛 那以這種俗神的角度來看 一千字要寫出來你的特色其實蠻難的 需要去凸顯出自己為什麼適合這樣的一個廣告 像去年輔導一個就是有關那個心理諮商 那其實他在選的時候 他也會挑一些就是學校 不同的學校 他包含挑了清大的這個心理諮商 那他同時也挑了東華的心理諮商 那當然他自己對這塊有興趣 主要的要找出他最特別的地方 因為他是超中的田徑隊 那他在這個田徑隊的歷程當中 因為經歷過這個所謂的比賽當中的失敗的挫折 那一些心情上的轉變跟調適 那學校的一些心理師能夠幫他做一些改善 然後讓他能夠再去面對下一次的比賽 那所以說他其實對這一塊就很有興趣 所以他就很成功的在他的65個報名的人裡面 通過審查65個人裡面 他是唯一被錄取的那一位 對 那像超出選擇他準備的時候要繳交一些資料 像剛老師有提到個人資料表 還有一些比較自私的表格 那除此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比較重要要提醒的 就重要提醒的就是說 第一個當然是自賺 因為他都大概都寫一千支 但也就是一兩頁的事情 所以自賺的部分 我會希望大家能夠把你值得 就是比較特殊特別的地方 去把它呈現出來 那再來就是說 因為他進去其實是比較希望你能夠自主學習的 所以說呢 如果你選擇的是全校部分系的這種方式進去的 那你必須要在大學裡面的一些學習計畫書 因為有些學校會限定 可能你要教三頁的學習計畫書 那你必須要很明確的告訴人家說 你的學習規劃或是什麼 不能很大方向說 我多元常識 或是我多方常識 這樣是不清楚的 所以說你還是要選一兩個專長 然後去做發展 然後可能或許你可以針對他們的特色課程 比方說教大 他可能比較在理工方面比較突出 那可能就有比較多的資源 那你要怎麼用 那你要告訴他 所以說就是學習的這個規劃或報告書 必須要很明確的能夠寫得出來 就是要夠具體才有辦法去說服教授他 為什麼要錄取你 那像口試的部分呢 口試的部分其實應該分兩種 一般就是一般的科系 一般科系的口試大概就是針對你的這個基本資料 然後做一些提問 那這部分其實他們會比較重視的是你的動機 所以你可能在口試的時候就是說 他會針對你的一些試機 或是參加比賽的一些經驗 或是一些創作經驗等等的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比較有些同學會報比較多 像數個像劇場啊音樂 那前年呢也輔導了一個就是 指導了一個就是普通班的學生 說他就是從小練鋼琴 那只是說在傳統的升學壓力之下 他必須得要符合這個傳統的升學管道 所以他選擇了普通班去就讀 可是他還是對音樂很有興趣 所以這時候這種學生 他就蠻適合透過這個管道 那在過程當中 當然他們術科就必須在第二關裡面 會增加一個就是術科的比賽 或是術科的一個展示 那像那時候我就建議他說 因為你是普通班 你並不是術科班 那所以呢你這個時候呢 他們可能會分自選曲或是指定曲 那你自選曲的部分 我會建議他說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你就找一首最難的 就是你的整個手要涵蓋 整個情境非常的廣闊 那這樣子會讓老師覺得說 你非常享受在那裡面 那他是其中一個 就是唯一一個不是學音樂出身的 就是其他同學都是音樂班的 但只有他一個不是 那所以就會發現說 其實當你去挑戰有難度的東西的時候 你在術科的表現上就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像說其實跳出選台 真的不要對自己沒有自信對不對 其實很多同學可能連家長也是認為說 就是特殊選才需要一個特別的包裝 那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其實不是包裝 如果你沒有內涵 基本上我們也沒有辦法幫你伸出太多的東西 包含說有很多特殊選才 都會要求說你要參加的競賽是全國性的 或是區域性的 那你一定要得名 因為有些同學會誤解說 我有參加過就好了 不是他要得名 因為你沒有得名 相對你就沒有一個優勢 那包含說你在校成績 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考量 那你要記得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同學要經過這個管道 你要去看清楚簡章上面 他所限定的%數 因為今年的簡章裡面 其實他就有限定 他是20%的話 那20.25%可不可以報名 那就不可以報名 所以就是表示說以前就是上個年度 一定有這樣的選舉問問題 所以在他的QA裡面 他其實就指出來說這個部分是沒有的 如果你選擇是類似像頂尖大學 這些不同的學校 台政新交成中餐等等 他們都會要求比較高 那相對的你的競爭對手也會比較多 對 透過特殊選才來入學的話 坦白說就是簡章一定要看清楚 對就是除了簡章看清楚之外 我覺得比較重要還有一個地方是你的投考策略 如果你用心真的想要透過這個管道的話 你自己要去找一下就是每一個學校裡面的要求 那你或許你可以去安排高中低的秩序 就是說可能挑戰性的學校 你也符合他資格沒有錯 但你可能設立一個一兩間挑戰性的學校 但如果你一定要上 那你就再挑一兩間就是比較保守的學校 所以那他沒有限制 他沒有限制你要幾間 但是你只能到時候你錄取了之後 你只能選擇一間去報到 那當然這部分你如果都上了 你最後決定都不去念 你一定要去放棄 因為你沒有放棄的話 你就不能參加明年度的個人申請 甚至是反省 所以說這個部分是同學要特別注意他的規定 因為這是教育部規定的部分 還有一個我覺得就是像去做特殊選台的這個申請 一部分就是你先把你的書審做好 然後之後你就可以在明年個人申請的時候 第二階段可以直接再稍微修改一下拿來用 那你要評估一下 有時候像有個同學來跟我詢問的時候 我會看他的資歷跟表現 還有他想要選的學校 那比較之下我會跟他建議就是說 他是比較適合特殊選台 還是說他這些資歷其實在個人申請上是比較加分的 那或許你可以選擇個人申請那個管道是比較好的 因為有時候老師也會看一下你的 大致上學校的成績是怎麼樣 然後做一個推估就是說 你大概學測上可能會考幾分 可不可以考到我們學校 所以其實這些成績的表現 大概也是呈現出就是說 你對於你的專業客戶的學習上的表現 然後來判定說你將來進來之後 能不能夠銜接到他們學生的那個程度 因為怕你說壓力太大 所以回過頭來我覺得他們還是會考慮成績的 總之就是現在反正多元的入學 就是讓學生有更多的選擇去挑選一個 比較適合自己的入學方式 那就讓自己進入好大學的機會增加這樣 那我們非常感謝今天張奇老師 跟我們分享這麼多的案例 還有跟我們分享特殊選材的資訊 那我們再次掌聲謝謝張奇老師 好 謝謝大家 特殊選材的簡章呢 現在已經在陸續公佈囉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問的或是不了解的 都可以找曾戰這邊做免費的預約諮詢 在影片結束之前呢 不要忘記點點追蹤並且開啟小鈴鐺 隨時掌握最新的升學資訊 掰掰